一季对阵WPG的第三局下半场 马哥这边的话蜘蛛宝瓶就能赢啊 30秒的CD那估计就是金生了 蜘蛛带金生 因为我本身判断的是可能会掏个红蝶啊 我觉得这个阵容金生红蝶蛮像的 蜘蛛带金生的话也行吧 看他上来追谁了 他追大龙14秒 球人这边肯定能判得到的 这个阵容有画家有空军带个金生 带的是异形啊 我没看清楚啊 蜘蛛宝 不能吧 哦还真是异形 马哥带异形 不是 宝瓶就能赢的局 这个异形 呃 闪现和金生我都蛮能接受的 但异形我觉得这 他抓舞女 呃漂亮啊 这玩的我说实话会不会把自己玩进去啊 老老实实针对一个人击倒挂上做防守 今天的机器确实是嗯只能说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看中这场的胜利而是想要在季后赛之前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异形确实是比较难去评价吧 就你的宝瓶就能赢 然后这个时候你带了个 遗形 你要去征圣 比如这个局必须征四遗形一个战术什么的可能更加好理解一点宝瓶的话相对来讲我觉得求稳一点金生和空军的金生和那个闪现啊 来看吧那现在的话等于说这波遗形去找舞女然后被这边打到了一个三台机的节奏 那只能看马哥怎么保平了啊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前期的牵制就已经是打出了求生者的一个四人开门战局面 当然四人开门战你也不能说一定就能够从蜘蛛手上面去完成一个多的嘛 所以说看马哥怎么保平对吧那这个遗形我们从就就我是没有想到他带遗形 所以说呢我就看到这个时间都把它当做金生来处理了 但没想到马哥带了个遗形 再看一看吧 说不定后面这波遗形能够打出一些奇效呢 因为毕竟职业选手的理解啊跟比如我对吧 这个三阶水平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知识累积或者说经验数据库来给大家分析 所以说你不能够完全猜测的到对吧职业选手到底怎么想 要分析的到呢那我也去打职业 不对我手也不够 算了不说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这波就完佣兵这边的话没有吃到双岛呢 四人开门战就已经锁定了 马哥后续挂上空军以后 就留技能针对空军买一个白板空军 穷者这边的话其实可以开始考虑如何给空军带道具了啊 这得看一下有没有翻道具什么的说法 给空军留有一个道具因为这个空军是个纯白板 即便是一个四人开门战甚至你们有贴门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能完成多跑 所以这波换道具呢会把这个多跑面提升很多 这里看一下坏老师的画家来 画家是没有大心脏的 这边瞄到了佣兵 佣兵过来是吸引 然后画家这边一口蛛丝土 这边针对刀打中 密码接料 画家补画 这边正面点门 留给马哥的时间 有带UB吧 好像是有带UB的 这边急急急急急 好减刑蛛丝不够 但是门没有点开 UB救命了 UB救命了 这波UB救命了 画家这边的话好像是想要为队友掩护 这我直接金身一顶呀 最终这个金身切出来了 蜘蛛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保平力的啊 这里佣兵的话因为是一刀煤啊 他的状态是一刀煤 那么还是 等会儿 马哥你可别搞啊 掉下来了 不过这边好像还有个佣兵 哎呦 护币 马哥 马哥回头了 马哥 马哥快快快快快 这画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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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来了 哎呦我天 哇塞 吓人了 吓人了 哎 佣兵 但是挽留还没有结束 画家这边还有话 还有飞轮 哎 看到佣兵了 佣兵这边来吸引 马哥 马哥 这里佣兵往地窖点跑了 往地窖点跑了 马哥 画家还有话 真的佣兵倒了 求生者都有可能来打吧 吐一口 一刀 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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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求生者的状态不是特别能打两个人都是半血 再补状态 想一想 因为这边是已经切成了金生 其实画家这幅画是没有实际用途的 就金生一顶嘛 佣兵要走 他得 呃 武女不能过来吧 武女也过来嘛 武女过来两个人都要走 佣兵跳地窖 就这个局他们得跳地窖才行 看见了武女 瞄了一眼 这里的话画家在翻道具 还在做最后的一波协同前的准备 这里武女绕过来 减速八音盒可以放 晚流已经结束了 马哥 飞轮打一刀 留谁 留画家也行 这个画家是叫自己的 对 但是这边的话队友离门太远了 这画家想跳地窖还是不太能行 呃 甚至可以把这个画家迁到 哎 追就不要追了啊 马哥 这个追过去这边是有地窖的 把它迁到死角减刑也行 挂上也行 求者这里的话 佣兵是捡起了香水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哎 哎 马哥你在干嘛 这张椅子没挂上也有点吓人 穷人这边还是不放弃 再来打 再来打武女翻道具 他得翻一个什么呢 也翻了瓶香水 不够用啊 核心是主要这个画家 他没有东西 他得是什么呢 他得是就穷着来两个人 我觉得就一定没有机会 他们来一个人 来一个人还得是什么呢 还得是带位移道具的 就救下来 然后这个救下来的人 直接跳护臂走 然后画家利用这个飞轮 来跳个地窖什么的 三个人香水顶 马哥诸斯多啊 这边的话先倒一个 甚至这个武女可以不管 对吧 我再追画家 或者追佣兵也行 追佣兵也行 啊 押注 好 震慑 哎呀 我天 打一刀 那先把武女挂上 好吧 久人者这边只能说尽力了 但没办法 毕竟马哥掏出来的角色是蜘蛛 嗯 虽然说过程比较波折吧 但是 你还别说 这个比赛还 这一场还是 非常的非常的 刺激的 你比如说今天这一场比赛 可能就马哥这一场 真的 让我看的有一点那种颤抖的感觉 穷者 因为确实前期马哥的节奏不是特别好 击倒 好 这个教自己的 那这边的话最终好像是一个四抓 马哥说 其实我在下一波大气 我给他们一点机会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 他们争取的这个机会来完成一个四抓 来刷我的数据 好 恭喜机器